美元 反正接下来就看了 美元在 我觉得在这段时间里 这段时间里 应该是会随着 美国经济的一个正常的运行 什么叫正常运行 正常运行就是当你通胀 然后呢你加息 你的货币应该升值 我觉得这是正常 去年是不正常 去年是什么 你通胀 你加息 你货币还贬值 这个是不符合经济理论 这是一种 因为提前的 美元的一个大涨 把之前的五次的加息 咱们说五次吧 对吧 一共三年吧 15年一次 16年一次 17年三次 对吧 一共五次 那么在退出量宽的时候 那个大涨就底下到五次可以 但是我觉得再加息应该抵消不了 所以我还是今年会看好 美元会有一个走强的过程 那么走强这个过程 就大概走到哪里去呢 起码百分之五十万 比如说那种欧元来 欧元的讲明来讲 从下方接近到一的一个水平 到今年最高是1.25 那么回到中间的就是1.12 就相对于我觉得这样 那么如果按照美指测 可能就回到一百 我觉得这个是可以 能够被接受的 所以今年我们不妨 就按照这个思念去做 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 到了 明年 到了明年 那么他的所有的政策 全部实施出来的时候 当他开始贸易差的时候 那个时候 我们就开始做空 或者是我们去做多欧元 我刚才讲的逻辑 因为贸易差降低 就是它是从贸易逆差 向着贸易顺差去走的 这个过程 就说明它出口开始逐渐的增加 进口开始逐渐的减少 对吧 这个可以理解 就是这边抬了那边降 或者是进口下降 出口不动 出口不动 那这样的话就变成是什么 但是我们要做空美 因为这个有人说这个不可能 美国可能会一直贸易逆差 这就是一个 你们相信 这就是一个百分之百的吗 那你能想象出来 现在美元的汇率 如果今年 如果不是汇率 美元的今年加息 如果加完了三次 当然夸张 投行险 今年美元要加五次息 哇太夸张 加三次 2到2.25 加四次 2.25到2.25 它就会超过几乎所有的货币 的利率了 这个在以前你们能想象吗 这个也基本的概念 为什么说 一直我们在之前几年 一直说澳币是高期货币 纽币是高期货币 现在已经不是了 现在美元看变成高期货币了 那你怎么就说 美国会一定是贸易逆差 它将来不会变成贸易逆差 所以这些问题都是在这 这些问题都是在这 而这些问题实际上 有人说 它就会导致美国的通胀率 会越来越高 这是一个 对美国来的 是一个好的事情 为什么 因为美国过去是消费的 消费是现金嘛 因为它是从国外进口的商品 卖出去 然后回到国外去 而接下来如果它变成本土的 自我的这种所谓的消费呢 就自我所谓的这种内部的循环 比如说本土制造的产品 本土消费 这些钱还是回到本土企业 本土企业还是发给员工 员工还是在里面去把这个钱 整体的运行开的话 那美国其实经济不就活了 这也是格林斯坎之前讲的 其实美国在这么多年当中 它的经济其实上是没有增长的 而这些钱是被了这些 所谓的一些大的财团 或者大的这些基金 用这种另外的手段去 变成了一个少部分的商品 所以这里边现在就是这个矛盾 所以这是我觉得 我觉得是一个好的事情 就是他越美国那个核心的这个 这个所谓的总统 越是第一的政策 而没有摇摆 对我们来讲是好的事情 就对我们这样投资者是好的事情 这是一个你们要放到你们脑子里的事情 放到你们大脑中的事情 这就简单了 所以接下来就像是我说的 那么我说欧元 今年我们在第一位要去买入 然后要开始继续的买入它 去做多它 这也是一个我刚才讲的一个逻辑当中 背后的一个可以讲是一个 主线之一吧 但是来我们来看一下 然后我来讲的 我来讲一讲 有什么情况 我去看这里 为什么我去看看